那欧若拉 因为你本来是做这个 跟先生是做殡葬事业 那这个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宫庙的这个活动 你说你这个接触了不少年轻人 你出殡的时候都看得到他们 为什么呢 他们其实都是一群同温层取暖 大多都是隔代教养 或是父母不管 那他们没地方去的时候 就是到宫庙 在公庙那边 他们好像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人 你懂我我懂你 然后就会接触到毒品 甚至参加出殡 出殡还会有钱拿 对所以他们就是靠这个在收入 这样子 他们去那边出殡的时候 可以拿多少钱 大概一千一两千 一两千不等 台北又会多一点 对 就是算他们有的会把这当工作 他们有一个群组会联络说 明天早上几点哪边见 一兵 明天再来板兵 他们当工作 因为穿西装就一整天 一次就去好几场 但是没有 面无哀戚之情 面无哀戚 就是纯粹去凑场面 可是去那边烟不用钱 冰榜也不用钱 还有便当可以吃 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快乐 那你要来分享你大堂哥的故事 对我大堂哥他从小就是 因为我阿嬷是在做市场 那我阿公很早就过世 我阿嬷一个人带大七个小孩 所以我大堂哥又是长子长孙 那那时候我伯母其实对他教育非常的严苛 很怕他学坏 但宜蘭这个地方就是 你只要有点势力 你有带头 就会有人跟随你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连身边的什么表弟 堂弟 大家都跟着他 会去处理事情 先从公庙开始 再从围市吃喝嫖赌 什么赌场啊围市啊 收这种围市费 然后这种色情行业的围市费 也都有收 国中而已哦 还国中而已 这算英雄出少年吗 对 国中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国中而已 要不爱念书啊 那时候学校也不管 国中就是这样 他就带着一群人 开始在这种 也会去参加这种殡葬宴 人家出病啊告别式啊 渐渐的他身边就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结果被发现了 因为人太多了嘛 常常发现他那里 怎么都没在念书 学校一直打来 我大伯就生气就把他念 送到基隆去念私立学校 想说离开宜蘭这个地方 会不会好一点 对 结果回来之后搞更大 出为一笔大笔的 然后人家在扫黑行动 他就跑到台中去避风头 跑到金钱报道去避风头 对 可能要被扫走了 结果避风头的时候 刚好就认识一个老大 老大觉得他很厉害 把他牵起来当左右手 所以他又再回来遗兰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变老大 他被我阿嬷发现 我阿嬷还曾经 拿着哨把追着他跑 沿街这样追着他跑 打他 不准他去加入黑社会 对 所以他 他可能是想要证明他自己 可以让我阿嬷瞧得起 觉得他是有靠他自己 不是靠家里做起来的这种感觉 可是后来就发生 我伯母就癌症过世 癌症过世之后没多久 换我阿嬷也意外过世 所以这时候我大堂哥才开始觉得 所有家庭的责任他要扛下来 他才开始洗白 不然原本他都在放高利贷 收钱 这种杀人放火的事其实都有做 但是他们那时候就冲着 国中那时候就是冲着他们就叫冲锋队 未满15岁冲锋队 你去杀人放火都不会被关 是 对 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养了一群冲锋队 那当你这种人越养越多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派系 你就成为一个当地的角头 对 那他直到家人过世那时候 他才开始觉得不行 他要自己扛回责任 又有自己的家庭 他才开始现在做建设公司 他慢慢下去做 先从班图慢慢弄 现在弄到自己有自己的建设公司 那他就退到幕后 就换我们堂弟变成现在依然的角头 接着他的事业交棒 对 他就不碰打打杀杀了 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事情都影响到家人 你这仇人越来越多 有的人会 他不见得弄你哦 他弄你的家人 对 他去跟踪你知道你住哪里 他去害你家人 对 那若拉你说 其实你因为 这个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所以你因为家长对你蛮呵护 宠溺的 所以你也曾经很爱逃家 因为我哥哥跟我姐姐 其实差十二岁跟十岁 那当时我外婆 外公刚过世 外婆他一个人 他们怕他想不开 所以我妈妈就把我哥 我姐给外婆带搭 所以我哥我姐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学 就外婆过世才回来 那我妈那时候就为了想要证明 给我外婆看说 她也很会带小孩 所以我妈很努力 就把我生出来之后 用尽所有的爱 我一个礼拜补习 六天 我小六天所有才艺 然后考试一定要一百分 你补过什么才艺 书法 跳舞 合唱班 小提琴 还有画画 对 很可怕 塞满满 还有数学英文 全部塞满 几乎是没有休息的 小学就这样 小学就这样 没有休息 那直到国中 我妈就把我送到台北念私立 那时候对我来说 我觉得太棒了 我从一个监牢 逃到另外一个监牢 我觉得很开心 反正读私立很开心 很快乐 但后来又回到 国中毕业之后 又回到家之后 因为那时候没考好 我妈就希望我重考 重考那一年 就是被我妈逼得非常非常紧 我妈甚至 因为她怕我交到坏朋友 她还会送我到补习班之后 躲在角落 看我 看我怎么样 有没有人 来接我上下课也是这样 她会偷拿我的手机 看简讯 甚至掉我的通联记录 一通一通电话 去打给对方说 你认不认识我女儿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管我到这个程度 那你妈妈应该更辛苦 因为她爸爸只是一间一间照 电话费比较贵 可以去当名侦探了 真的 甚至那时候 因为爱写信 写信大家会寄信 我妈会先拆 我要寄出去的信 跟我寄来的收到的信 也会拆开来看 看我们在写什么内容 其实这个不好 这样子小孩子会很反叛 紧迫盯人 很可怕 那时候觉得在家里 我喘不过气 其实我国小以前 因为我会被关在房间念书 我妈不准我出来 我每天都在想 我要怎么自杀 会比较快 因为我很想要 赶快结束这个生命 我觉得很累 我在做我不开心的事 然后少一分就要被暴打 这其实另外一种煎饶 对 后来我问我妈妈 你长大的时候 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说因为我妈妈 也是这样对我 我那年代 我没有更多资源 可是我给你这么多资源 所以我望女成凤 是 她以为这样是对你好 对 她以为这样是对我好 所以后来我就 那时候会讨家 对 甚至因为吵架一言不合 我妈就会打我 打我我就想要讨家 她怎么打你 她打我 也是跟她爸爸有得比 也是有得比 打女生有得比 也是有得比 因为那流长头发 甚至有被拖在地上 然后我妈会抓我的手 去给瓦斯路烧 我的天哪 然后她就吓我 没有真的烧 可是她会吓我这样 她那天小时候 那时候吓到来说 已经吓到屎尿都快流出来了 吓到不行 所以我有一次淘家是 我妈妈刚好在阳台 她会留一个门缝 就通风这样 我是直接马上跑出去 我们那时候住公寓四楼 我鞋子都没穿 我就鞋子拿了 我就这样 楼梯这样 一直这样跑 就跑出去 跑出去 我就躲在火车站的厕所哭 我不想回家 对 因为我很害怕 火车站的厕所 好像比家里好 对比家里好 那个时候是这样 所以后来国中毕业之后 高中我也住校 我就都不回家 我就尽量能不回家 就不回家 对 所以后来出社会 我也都住外面 那你后来淘家 是自己回家吗 后来淘家没有 我妈去报警 报失踪 对 警方调我的通年记录 找我最后一个联络的人 对 就人家朋友他给我说 你妈妈在找你 已经报失踪 你要不要回来 好几次了 后来才回家 难怪很多人说 那个女侧为什么都不够用 里面很多人淘家 他就是怕我交到坏朋友 可是殊不知 其实最压抑的人是我 我才是那最压抑的 那你淘家都没有碰到危险吗 淘家还没有碰到危险 但我会去刺青 我跑去刺青 跟我的国中同学 我们去撒顶包 那时候未满十八还可以刺青 我记得刺一个三千块 那个剑还歪掉 那你皮很厚 刺一个爱心 剑还歪掉 我妈发现气得要死 她说她也是这样 跟她爸一样 挨家挨呼我 说是不是外面那间刺青店 我要去告她 未满十八怎么可以帮你刺青 她凭什么告人家 没有因为未满十八 她不可以帮她刺青 这有法律责任 对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喝酒 对不起 你刺青刺哪里 刺在后面 后面 还好藏在后面 看不太出来 只有刺那个爱心而已 还好那爱心看不太出来 后来长大 你为什么要刺一个爱心呢当时 刺一个爱心有翅膀 你知道那时候就觉得 我想飞 一颗想要飞的心 渴望自由 很想自由 对啊我妈知道我怕痛嘛 所以我在家里 其实那时候想自杀 我妈是冷眼在旁边看我 她说我才不信你会跳下去 对她说你这么爱痛的人 怎么可以这样刺 我妈那时候就是对我 那个会被击到 有时候真的会跳 所以那时候内心有个受伤的小孩 所以一直想要叛逆 包含闪婚也是 我相信我自己 我遇到我自己的真爱家庭 所以我就做了闪婚这件事情 原来闪婚跟你妈对待你有关系 也有关系 我相信我自己做得到 我想要做一些我自己可以做的事 你今天讲了一个很 答案耶 就是内心这个受伤小孩在作乱 有点像我们男生去公庙 女生就闪婚了 对啊 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依然很多 甚至还好未成年 有的是未成年怀孕生小孩 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当妈妈 可是你闪婚也闪离 对啊闪婚散离 对啊还好那个发现 那后来最严重的一次 是我疫情期间 对 因为我也是像 你结婚几个月离婚 结婚四个月就离婚 四个月 最可怕是因为都爱追求刺激 像苏芬老师讲 追求刺激 我那未满18就去骑摩托车 可是还好我都是自己骑很快 勒惨 我都是自己勒惨 没有伤害到 你勒自己不勒多了 对我勒自己 我没有勒就多了 然后那时候疫情期间 我后来进一阶 我骑重机 骑重机那一次摔出去 车子整个报废 我坐轮椅坐一个月 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 后来我才跟她讲的时候 我以为我妈妈会骂我 大腿摔断了 没有摔断 臀部都皮肉伤 全部都皮肉伤 都是烧烫伤 因为那个防摔衣 我是在地上拖行 骑太快了 在地上拖行 磨的那个全部都是烧烫伤 可怕 对啊不敢跟我妈讲 然后 重机蛮贵的 你拿来的钱 那时候有啦 那时候长大了 就是越玩越刺激 你知道那个刺激感 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就越玩越多 重机完之后就散婚 一直在找一些事情 在满足自己内心 那个刺激的欲望 那你喝酒吗 有喝酒 那时候也是每天喝到天亮 那喝什么酒 都喝啊 来者不拒 来者不拒 过量的嘛 都喝都喝 跟谁 都就跟朋友啊 对啊 我阿嬷教育是 女生可以很会喝酒 但不可以很会抽烟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证明自己 觉得自己是很厉害 我很可以 我可以靠我自己这样 所以我十八岁就在打工 你阿嬷是什么观念说 女生可以喝很会喝酒 我阿嬷也爱喝酒 你要想一个女人 她那时候老公很早就死掉 一个女人在菜市场 要带七个小孩 所以她等于算女老大 女角头 她都跟那市场收保护费 所以我堂哥也是算遗传到她 对啊 那你有跟你妈妈讲这一段吗 我妈妈都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 你都没跟她讲过 我摔车后 等到后面我才跟她讲 就她其实 我以为她会很生气 结果她没骂我 她只有跟我说 身体是我给你的 但是你要怎么用 是你自己的责任 对 直到后来闪婚离婚 然后因为有家暴嘛 社工通知妈妈 我以为我妈妈会 像以前这样暴打我 把我抓回家 结果她没有 她只是跑来我家里楼下 她什么话都没说 她就是抱着我说 你想回家就回家吧 然后她就走了 她就走了 对 那一刻我才知道 其实我妈对我用心良苦 对 其实她很痛 但是她没有讲 她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她觉得我可能更痛 所以她是用这个方式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伤害自己 那你有跟妈和解了吗 我们现在很好 对 现在还会一起出去玩 一起出国一起出去玩 后来才知道她是这样 因为她跟我说 其实她也不会当妈妈 她唯一知道当妈妈 是她妈妈教她 那她妈妈对她教育就是这样 所以她以为 照这样子教的小孩是对的 后来她才知道这样是不行 如同爸爸 后来的爸爸一样 没有人是 说生完他就能做爸爸 对 对 有时候大哥就想说 我爸爸怎么教我 我就把他传承下来 因为没有人教他 他们后来都选择跟父母亲 就是理解父母亲 当初对他的爱 后来走向了正途 比较怕的是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因为跟父母之间 处理不好以后 后来今天就是做了 真的就走偏 然后做了一些 没有办法挽回的憾事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至少我们两位是 他们最后选择跟他原生的父母亲 然后拥抱父亲 这一算就好 其实说给所有的爸爸妈妈 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小孩 对 只是说爱的方式 对 那在那个阶段 有一阵子的小孩子没办法理解 小孩子为了去证明某些事的时候 他会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举动 那个举动可能是对于社会 对自己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